把幾百人分的青菜往炒鍋裡倒 但國軍的火防環境 似乎不像鏡頭前面這麼乾淨 日前發燒身亡的新兵簡志龍 還有指控他一次 就是在髒亂的火防被感染 如果放假的時候 他也是都會跟我們說 那個廚房很髒 然後老鼠可能都成群結隊 簡志龍的死因是感染 吸溝端螺旋體病 其實這個病是屬於 人畜共通的感染病 宿主多為老鼠跟犬隻 初期症狀類似感冒 容易發生在農民跟軍人身上 致死率相當高 除了環境髒亂 可能導致染病 簡志龍擔任幫廚的固定公柴 工作時間太長 也可能導致抵抗力變弱 曾經在火防幫廚的退役弟兄表示 幫廚士兵每天早上5點 要比別人先起床準備三餐 還要幫忙洗菜切菜 還有搬貨撥蛋等等 直到晚上8點半才能回廉上休息 一天將近工作15個半小時 有東西掉下去 那正常應該就是丟掉了嘛 對 那他們會直接再丟回去 軍方表示 簡志龍是不是因為火防太髒 導致染病死亡 正在調查 但已經嫌在部隊內全面消毒 如果真的是國軍火防忽略環境衛生 導致簡志龍無辜猝死 這責任到底誰該負責 記者侯國文 劉宜清 陳勝義 陳照顧 嘉義高雄報導 文字幕志向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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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